Hello, alle zusammen, meine lieben Studentinnen und Studenten, heute werden wir mit der Lektion sieben anfangen.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德语课堂。 今天呢,我们将开始第七节课题的学习。 那么它的标题叫,Willkommen in Berlin,欢迎来到柏林。 在今天的第一节课上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的是形态动词, musten,它的句子架构以及相关的用法。 尽管在前面几个单元里边已经多次的给大家提到了musten这个动词,它的变位, 这里还是觉得有必要再给大家做一下复习。 那么请大家再跟我念一下,因为这个ird音的确是比较难的一个点。 难点就在于,第一人称单数和第三人称单数都是一样的,musten。 因为在学了很多语法以后,有一个同学可能就会忘掉这一点。 那么经常错在的就是er, sie, es这个地方,它经常会说成mustet。 请大家注意这里是mustet。 情态动词在第一人称单数ich和第三人称单数er, sie, es它的变位是一样的。 请大家记住这一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句子,请大家翻译这个句子,我要去看电影。 首先想到的动词就是gehen,对吧?去。 那么看电影,咱们说了gehen这个动词要加方向补足语, 因此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们说ins kino gehen。 我要去电影院看电影,应该怎么表达呢? Ich gehe ins kino。 Ich gehe ins kino。 ins kino就做gehen这个动词的方向补足语。 那么现在我要表达我想去看电影,该怎么说呢? 中文里边的这个想就涉及到我们的情态动词mustet。 好,在前几个单元里边呢,我们学到mustet它的用法是怎么样呢? 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就是做实意动词。 那么第一个小点mustet加上一个第四格表示想要什么东西,对吧? 那么我想要一杯咖啡,也一下之意就是我想喝一杯咖啡。 那么这个词,这个句子该怎么说呢? musten做实意动词,它加第四格。 咖啡要做musten它的动词,它的第四格。 那么我们还学过量词,一杯咖啡叫eine tasse kaffee。 因此这个句子完整地表达,就是 ich möchte eine tasse kaffee。 ich möchte eine tasse kaffee。 那么这里再给大家补充另外一个用法,就是musten还可以加上方向补足语。 这个是我们没有接触到的一个新的点。 那么直接就说我想去电影院,那么转移过来就是我想去看电影,对吧? 我们可以直接的在勤态动词后面加上方向补足语。 那么这个句子去看电影inskino,我们就可以直接说ich möchte inskino。 ich möchte inskino。 这是musten这个动词的,做实意动词的第二个小点的用法。 那么它做勤态动词的使用的时候呢,就是刚才那个句子musten inskino, 其实在中文里面是我想去,我们可以加一个去,对吧? 那么这个去,这个动词加在哪里呢? 它的架构就是musten,可以加上一个圆形动词。 好,那么怎么样去说这个句子呢? 请大家看,就是ich möchte inskino gehen。 ich möchte inskino gehen。 好,这里提醒大家注意,圆形动词就是gehen,它位于句末,它是决定句子中,句子当中的其他成分的。 也就在ich möchte inskino gehen这个句子里边,它决定了inskino而不是musten,musten在这里只是表达想的意思。 情态动词失去了支配句子成分的功能。 支配句子成分的动词呢,位于句尾,与情态动词,在这里是musten,构成了句子的语法框架。 也就是说musten不像我们说的做实义动词,后面直接加方向补足语的第二个小点的用法。 而在这里呢,加了一个动词原型,gehen,构成了一个语法框架。 好,关于情态动词,再加上我们说的原型动词,它的框架结构是怎么样的呢?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这里呢,给大家分别的列取了一个简单句。 那么,再加上有情态动词和没有情态动词的,请大家看下面的句子。 第一个句子,Ich gehe ins Kino,非常简单,主动词位于第二位,gehen,对吧? 第二句,Ich möchte ins Kino,第一句是我去看电影,第二句表达我想看电影。 那么musten在这里做实义动词,它位于句子当中的第二位。 这个句子是一个简单句,没有情态动词。 那么我们要表达我想去看电影的时候呢? 那么大家就要看,句子的当中的框架结构是怎么样的? Ich möchte ins Kino gehen,最后一位和第二位的位置。 情态动词位于第二位,musten,而最后一位,gehen,是原型动词。 原型动词gehen支配句子当中的ins Kino,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有可能还会把下面的这种场景,比如说第一个句子,我们说过gehen这个动词可以加,本身就可以加上一个原型动词,对吧? 我们曾经举个例子是我去游泳,而这里我们给一个例子,Ich gehe einen Kaffee trinken,我去喝一杯咖啡。 这个trinken原型动词,它位于句末,它支配的这个einen Kaffee,是在它的前面的,要注意。 Ich gehe einen Kaffee trinken。 动词gehen位于第二位,而原型动词trinken位于最后一位。 好,如果这个句子里边,再加上一个情态动词,我们就可以说, Ich möchte einen Kaffee trinken gehen,请大家注意,musten作为情态动词放在了第二位,而原型动词放在了最后一位。 因为,从这里来看,是因为有了gehen这个动词,才会有trinken这个原型动词在句子当中,所以它是对其他的结构起支配作用的。 所以gehen放在了最后一位,这个句子出现了三个动词, Ich möchte einen Kaffee trinken gehen,三个动词分别是musten, trinken, gehen。 这在德语里边是很常见的现象,有些时候有可能还出现四个动词,有时候甚至五个动词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先在这个基础上掌握好框架结构,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说了这么多呢,让我们具体实际的来操练一下。 请大家看书上。 Öffnen Sie bitte das Buch auf Seite 78,78页, Übung 1。 Zie kommen in Berlin an. 那么,您到达了柏林。 注意这个动词,uncommon是可分动词,它需要加的是一个地点说明语,也就在什么地方。 表示的是一种状态,因此这词后面都是第三格。 那么,in Berlin,因为Berling是一个专有名词,所以这里我们看不出来它是第几格。 实际上它是一个第三格,要注意啊。 好,uncommon表示到达。 这个地方呢,就表示您到达了柏林。 很容易混淆,我们看见common这个动词,就想的是加一个方向不足语,恰巧不是。 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 好,a, schauen Sie die Fotos an. Was möchten Sie machen? Was brauchen Sie? Kreuten Sie an? 请您看这些照片,您想做什么,您需要什么,请您画插。 在句子当中就出现了,Was möchten Sie machen? 现在大家了解了möchten作为情态动词用法以后,相信也明白为什么这个machen有两个动词,对吧? 做,那么其实was,是受的是machen,来支配的。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八页上面,ich möchte这里一些句子的说法。 第一个,ich möchte eine Stadtrundfahrt machen。 die Stadtrundfahrt,die Stadtrundfahrten,完成油。 这个词呢,是由三个词构成的,die Stadtrund, 加上die Fahrt,stadt,城市,我们都知道了,rund,是圆的。 die Fahrt,指的是行程,那么,die Stadtrundfahrt,就是完成油。 注意,这里有个动词搭配,就是, eine Stadtrundfahrt machen。 ich möchte eine Stadtrundfahrt machen,就是,我想参加一次,完成油。 我们看第二个句子,ich möchte das Regierungsviertel besichtigen。 das Regierungsviertel,die Regierungsviertel,政府区域。 那么,这里,das Regierungsviertel,是有两个词构成的,die Regierung,政府,加上das Viertel,区域。 我们以前学过,Viertel,是一课中的意思,这里呢,是区域的意思。 das Regierungsviertel besichtigen。 besichtigen,动词参观,也就是说,参观政府区域。 比如说,我们去哪个景点,都是用besichtigen。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想去参观政府区域。 第三句,ich möchte einen Markt oder einen Flormarkt besuchen。 einen Markt oder einen Flormarkt besuchen。 就是,去逛集市,einen Markt besuchen,einen Flormarkt besuchen,就是逛跳蚤市场。 跳蚤市场,我们也知道,里面都是一些便宜的东西。 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想去逛集市。 下面一句,ich möchte einen Kaffee trinken gehen。 这句话刚才我们接触到了,对吧? 我想去喝咖啡。 那么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句子,ich möchte einen Sprachkurs machen。 der Sprachkurs,die Sprachkurse,语言班。 那么 Sprachkurs,这个词呢,有两个词构成,一个是 die Sprache,加上 der Kurs。 einen Sprachkurs machen,上语言班。 我们这个 machen这个动词,也可以用 besuchen这个动词来替代, 也就是说,einen Sprachkurs besuchen,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么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我想上一个语言班。 下面一个句子,ich möchte eine Wohnung finden。 eine Wohnung finden,找一套房子。 这个finden,我们说过是找到。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想找一套房子。 好,这是möchten,加上动词,它的用法。 请大家再把这些句子,再读一遍。 我要是穿的一 αν语言,尽 emple带。 我次吾湛日本,我们在一起户屋。 我事后要订阅, inhables揋夜黄卷。 我希望就在 authority上一般。 我希望可以让一个国益jes王 창、卷 founder一般。 我是Noce本客死人。 我现在恋常控制林了。 我 gev失 squishy。 好,我们再看旁边这里 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 它是一个外来词过来的 括号里边有 轻轨是叫列车 这个S-Bahn可能这个概念 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它是连接 在这个城市附近的一些小镇 这样子叫S-Bahn 下面 公共汽车 就是我需要一张车票 注意这个词重音在后面 我需要一家旅馆 下面 Ich brauche ein Hostel Ich brauche einen Jugendherberge 这个 Das Hostel Die Hostel 青年旅店 和那个 Die Jugendherberge Die Jugendherbergen 青年旅店 是一个意思 那么 Die Jugendherberge 它有两个词构成的 Die Jugend 青年 加上 Die Herberge 招待所 Jugendherberge 在德国是比较便宜的 当然住宿条件 也会差一点 有可能就是说 几个人 六到八个人 一屋 公共的洗澡用的地方 我需要一家青年旅店 Ich brauche ein Fahrrad Das Fahrrad Die Fahrräder 自行车 一辆自行车 我需要一辆自行车 Ich brauche ein Fahrrad Ich brauche einen Regen Schirm Der Regen Schirm Die Regen Schirm 雨伞 那么 Der Regen Schirm 是两个词构成 Der Regen 雨 以及 Der Schirm 也就是 伞 它还有屏蔽 的意思 好 这里呢 主要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Ich möchte 后面这个动词 它要怎么来说 而 Ich brauche 后面 它加一个第四格 在这堂课上呢 我们尽可能的 给大家解释 语句 下去呢 大家要把这些句子 要多读 熟练 那么才能 自如地去表达 这里唯一 给大家讲到 国情这里呢 可以提到的是 第八幅度 Reichstagsgebäude 如果大家有兴趣 去柏林的话呢 一定要去看一看 因为这个 可以去它柏林的 这个 透明的这个穹顶啊 转一转 这是它的 帝国议会 这个帝国议会呢 是可以进去的 当然你 首先要去登记一下 网上也可以登记 一定要事先去预约啊 这样子才能保证 你能进得去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进去的安保设施呢 都是非常全的 嗯 它就像我们的人民大会堂 当然我们不 不这么容易进去啊 但是在德国 任何外国人 都可以进里面 去看一看 而且风景非常的好 能够 富汗到全城 这个 Das Reichsgebäude 这个词呢 可以给大家 拆解一下 Das Reich 就是帝国的意思 Der Reichstag 就是帝国议会 最后一个词 Das Gebäude 是楼房 整个词连起来 Das Reichstagsgebäude 帝国议会大厦 也可以叫做 也可以叫做 德国国会大厦 有机会的同学呢 到德国一定要去看一看 非常的有意思 好了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就到这里了 下节课 我们将带着大家 一起学习 书上79页的 清理练习2 我们下节课再见 Auf Wiedersehen